HELLO,大家好,我是Dor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近幾個月 應該是5月至8月的產品用後感 有一些我覺得好用的相片推介給大家 亦有一些我覺得SOSO 覺得它沒什麼特別 但又未至於去到不好用的程度 總共有14樣產品 今次的影片應該比較長 好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首先第一樣就是我已經用完還沒去回購的產品 就是基營的這個保濕面膜 我當初隨便看到它就買回來試 誰知用完之後我就愛上了 它真的感覺到保濕 而且當你皮膚真的很缺水的時候 你感覺到它在幫你即時補水 接著到第二天,洗完面罩鏡的時候 你會看到皮膚的膚質有改善 毛孔也會比較細緻 這個面膜我絕對會回購 它已經列入了我最愛的PayPal Mask的其中一款 第二樣就是Canvas的玫瑰花水噴霧 這支玫瑰花水是主打保濕 你可以在妝前噴 也可以當作護膚品 它噴出來的噴霧是很細緻的 而且現在夏天熱 你噴上臉的時候都會覺得挺舒服 我覺得它的保濕效果是不錯的 噴上臉之後已經覺得好像塗了一層保濕精華 是薄薄的 而且不會覺得有負擔 但當然噴完之後都一定要用這個保濕精華 有時可能很早回家 四、五點這些卡拉的時間 回家洗完澡 我個人習慣是喜歡晚上才敷面膜 做一輪Skincare routine 但洗完妝後臉都會乾 這時候我會用這個保濕噴霧 噴一次臉 臉不會乾 不會慢慢緊 但同時也不需要做一大量護膚步驟 而且有時我做得很晚 真的很累 我不想再塗那麼多東西的臉 我就隨便噴這個 然後塗一點霜就算了 有時妝前也會用它 它的保濕度真的不錯 如果大家不想塗一個保濕Base的話 也可以試一下這個保濕噴霧 第三樣就是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用的東西 就是這個FOREO的LUNA FREE洗臉機 我自己真的私心很喜歡用 而且真的一直都有用開的 我之前也有拍片介紹過它的第二代 和mini size那款 現在我手上拿著的這款 就是LUNA FREE 它的刷頭的面積是更加大的 洗臉的時候 就會更方便去到更多的位置 它的刷毛是很軟的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會刺激到你的皮膚 但同時它也可以很深入地 清潔到一些平時不能清潔的位置 它是直膠來的 這樣就比較容易洗 而且也不會那麼容易滋身細菌發毛 這一代的LUNA FREE 也是運用了這個 精波密凍深層清潔 將你皮膚的一些髒東西 油脂和一些殘餘的化妝品清潔出來 比起用手洗臉 真的會乾淨很多 同時它這個震動 也可以刺激你的血液循環 令你後續的護膚品更加吸收 而它這一代的背面也有這個同心波紋 可以按摩臉 長時間這樣用 可以達至持久緊緻的效果 它有好幾款有不同的顏色 你可以根據你的膚質去做選擇 分別有這個正常機 混合機 敏感機 也有一款是特別設計給男士用的 所以每個人 無論你是什麼膚質都好 都不需要擔心找不到適合你 雖然我是一個乾肌 但我夏天有時T字位都會出油 而且也很怕卸妝的時候卸得不乾淨 用這部洗臉機會方便很多 短短一分鐘就可以徹底清潔你的皮膚 而且時間到了就會自動停 不怕洗過濃或過度清潔 另一點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叉持電是可以用很久的 你就不需要經常充電 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會發現黑頭粉刺有明顯的改善 如果你的皮膚因為清潔得不夠乾淨 而生粒粒的話 都會看到有個分別 所以無論你是什麼肌膚 我都誠心推介你入手一部4real的洗臉機 真的很好用 而且真的什麼人都適合用 然後這幾樣都是一些關於頭髮的產品 全部都是來自於同一個品牌InfoShade 它是一個法國製造純相天然成分的品牌 我試的這個防脫髮系列 它們的成分都是有機的 首先第一樣要介紹的是 就是這個防脫髮洗頭水 我用了兩個多月 一般的防脫髮洗頭水 用完之後頭髮都會很粗 但是它不會的 跟一般的洗頭水差不多 起泡很容易 也沒有很奇怪的味道 即是有些增長洗頭水 或者防脫髮洗頭水 總是有一種中藥 或者是不知怎樣的奇怪怪味 它就是一種清新的草本味 我用了它一段時間之後 我覺得頭髮脫少了 我在7月初的時候 就染過一次頭髮 染完之後 大家都知道很容易脫髮 但我今次染完之後 頭髮不會脫得特別多 而且用了那麼久 頭髮也不會變乾 或者變乾 之後這個要介紹的產品 如果你有脫髮嚴重的問題 又或者你很想長頭髮的人 一定要買這個 就是這個肉髮精華 我已經用了第三枝 這兩枝已經淹乾了 每一枝就有15ml 包裝上也有一格格 它的指引就是 每隔兩天就用一次 一次就用一格 但我自己主要想改善 額頭側邊這兩側的頭髮 所以我只集中用在這兩道的地方 所以我用的份量是很少的 可能每次只用五分一格 或者四分一這樣 所以我用得很慢 一盒我可以用很久 由於它是天然成份 所以它的效果不會很快 或者是即時看到 但我真的看到一些 我本身沒有頭髮的地方 是生了毛毛出來的 這件事我真的很驚訝 我本身以為它只是幫你 脫了頭髮的地方 生了頭髮出來 但想不到一些 我二十多年來都沒有生頭髮的地方 它竟然可以幫我生了頭髮出來 真的很神奇 真生推介比想多生頭髮的朋友 因為直髮這個東西也挺貴的 但這個產品便宜很多 而且它真的有效 這個長久這樣用 就會有一個很好的效果 最後一件頭髮產品 就是這個Hair Cream 這枝真的很好用 我每次都是洗頭髮後 吹頭髮之前用的 大概擠一個五元的份量 就塗完整個頭髮 不能塗太多 因為塗太多 你的頭髮會吹不乾的 會很黏 吹完頭髮之後 你的頭髮就會變得很柔軟 很滑 這一枝已經快要給我用完 而且我真的很肯定 我自己會回購 之後想跟大家介紹一個 香港本地護膚品牌 Alphava Organic 是由幾位中醫師一起創作和研發產品 他們因應我之前的皮膚狀況 給了一系列的產品給我試用 分別有青袋鹼 銀花天竹葵的Toner和Lotion 首先先說洗臉鹼 洗臉鹼 因為我已經用完的關係 所以拿不到給大家看 這枝洗臉鹼起泡起得很快 而且它的泡泡也很多很濃密 洗完之後不會覺得不夠乾淨 或者覺得皮膚很乾 而且感覺很天然 沒有化學的味道 用起來也很舒服 然後就是這個銀花天竹葵的Toner和Lotion 這個Toner是噴頭 可以當作是噴霧的噴在臉上 這個Toner是三款產品 我最喜歡的一款 所以它很快就被我用完 這一點是我特意留下來拍片用的 我最喜歡拿它來濕敷 一樣它感覺很天然 沒有什麼味道 因為它是一個天然成分 所以它不會立即看到 或者第二天就有很明顯的效果 但是它會令你的皮膚變得穩定 生少一點暗瘡 而且我一般都會拿它來 在粉刺、暗粒上濕敷 用完之後會有少少降紅和消炎的效果 會令它快點好 而這個Toner它的質地是很薄的 所以很容易推開 很容易吸收 而且用起來皮膚感覺沒什麼負擔 如果你是油肌或者暗瘡肌的朋友用 都不用擔心它會很油 或者令皮膚焗著焗著 而且它是很耐用的 少少份量就已經足夠了 我平時除了用在臉上也會塗身 我早一個月濕疹發作 那時候我還沒有我男朋友姐姐 我藥膏急狗的時候 而且也不敢用化學成分的東西 我就是用它來塗我的頸 相也舒緩了少少 而且我用了這麼久才用了一半 所以它應該可以用很久 如果你想試一些天然護膚品的話 也可以看看這個本地的中醫品牌 它會因應你個人的皮膚狀況 給予一些養生條理的意見給你們 同時它們也可以體症 就可以由內到外 改善你們的身體和皮膚問題 下一樣就是夏天很需要用到的防曬 這個品牌的防曬 我是一向都很喜歡用的 我之前有用過它的油式防曬 已經是超喜歡的 因為我這個月初去做這個激光 然後做完激光之後 要用一些比較潔身的防曬 而且一定要注重保濕 那時候我就馬上跑去找一些防曬 是可以補汁之餘 而且它比較潔身的 那我就發現它 它是有SPF的30加 所以我覺得你日常出家用 都已經很足夠了 而且它是專用光機用的 它是一個保濕成分的防曬 它就沒有一個調色功能 就純粹是一個很普通的防曬 然後它的質地是很稠的 但是它不會很濃 我用它的份量都不輕手 我會塗大概兩層的防曬在臉上 雖然它是厚身 但是我覺得塗完之後 皮膚也不會覺得很焗 很不舒服 而且就算我疊加上去 也不會有擦脂膠碎 也不會覺得它開始不吸收 而且我後續用化妝品 去化妝啊 去定妝之類 都沒有任何問題 如果大家想找一支保濕 然後它又很適合你 做完這支有用的防曬 都不妨可以試一下它 最後一件我自己覺得很想推介給大家的 就是一件化妝品 就是這支眉筆 這支眉筆是我那時候 用完我很喜歡那個眉筆之後 就很想發掘一些 又便宜又正的眉筆 那我就看到這支很便宜 好像49至59 真的很便宜 就買回來試 然後我剛剛化妝的時候 發現我只剩這麼少 只剩一點點 已經用到這樣 它是一個很幼身的筆頭 所以它是很容易畫的 同時它也很顯色 所以對於我這種 化了幾年妝的人來說 就會很容易上手 而且覺得很順手 可以很輕易畫到眉筆 因為我喜歡的眉筆 是有點沾沾的 但是它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它不算很持久 我是一個很大行的人 出門可能五分鐘 已經成心濕透了 那如果用它的話 它剛好碰到你的眉筆 然後你用手 或者你用紙巾去擦的話 它是會脫色的 它不是一支很持久的眉筆 但是我挺喜歡用它來畫眉筆 所以冬天的時候我才買回它 那說完十樣 我很喜歡用 覺得很想推介給大家的產品之後 就說第二樣 我覺得OK 不是說真的特別好用 但它不是去到不好用很復的程度 第一樣 也是一支眉筆 我想它是很多人最愛 還有它真的很有名的眉筆 就是這支 innisfree的眉筆 它就是這樣橫切面的 剛剛學化妝的時候 我有用這個innisfree的眉筆 對它印象是超級不錯 我覺得它很持久 就算夏天出汗 打風也打暗的在你臉上 但是我過了幾年之後 有了一些化妝經驗再用它 我就覺得沒有那麼喜歡用它了 其實它也容易畫而上色 而且它也很適合一些化妝新手去用 而且我對它最大的印象 除了它很持久之外 就是它很耐用 它一支眉筆 可以用很久很久很久 你也會覺得 我想用一支新的 但它死都不斷氣 所以它是一個 你想省錢的人 可以選擇的一個品牌 但我不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 我覺得它很難畫出一個很尖的眉尾 然後整支的面積都是一樣的 它沒有一塊是大一點 另一塊是小一點 好像Etois那支 它就是有一個尖端可以讓你畫眉尾 然後粗的部分可以填上色 但是這一支 它整支都是這麼粗的 所以就比較難畫一個很尖的眉尾 但它真的是一支很經濟實惠 而且它真的挺像狗的眉筆 下一個就是一個保濕精華 這一支就是明式的保濕精華 它的質地是很有趣的 很像啫喱一樣 是比較稠的 然後它的塗上會有一種保濕精華 加一點點油的感覺 但是用完之後 不會覺得臉很不舒服 有負擔 純粹那種質地 我覺得跟普通的保濕精華不同 用完它之後 我覺得都可以保濕 但未去到很保濕 令到我會想回購它 我覺得比較適合一些中性肌 或者油肌的朋友 下一個就是保濕面膜 因為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肌炎的保濕面膜 我用完之後覺得很好用 然後肌炎巧合一下 我看到這一款肌炎面膜減價 因為之前對它印象不錯 所以就試一下這一款 它叫肌炎維他命面膜 它裡面有些豆乳精華 四重透明質酸 說到好像很保濕很滋潤 然後我用完它 我就覺得OK啦 它也有保濕作用 但未去到 我覺得我剛剛推介的那款好用 對比起來 就覺得失色了不少 所以這款我覺得 我用完就算了 我就沒有了一種想回購的衝動 最後一樣就是一個保濕噴霧 不是保濕噴霧 是定妝噴霧 那時候我經常走cosmelador 有一支紅色的定妝噴霧 我之前有看過台灣Youtuber推介它 說它很好用 定妝很好 那我就很想試 誰知我想買的時候 發現它整個架一排都賣光 斷了貨 然後我就問Sales有沒有 另一個牌子的定妝噴霧 打算試一下 然後它就推介了這一款給我 不是一個陌生的牌子 不太熟面後 應該不會伏得到它 而且它有一個第一名貼紙 就是被第一名貼紙騙騙了 噴霧出來都很細緻 噴霧 噴上臉都舒服 但是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我不覺得它有用 它是一個定妝噴霧 但是它噴完之後 跟沒有噴霧是一樣的 好了 今次要介紹的東西 都來到這裡 有很多東西 我真的真的覺得很好用 真的很想推介給大家 就算是合作也好 我真的試過覺得很好用才推介 而且那些產品 我真的私心會想再回購 特別是這個Hair Cream 他們是沒有叫我介紹的 但是我真的自己試完之後 覺得很好用 想推介給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都可以看看這些產品 那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讚 還有訂閱和訂閱 我們下次見再見 拜拜